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歌劇渣男的系列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另一部莫澤敦的歌劇 《後宮有途》 《Deadaption for the Sevario》裡面的男主角 Memonte 《後宮有途》的故事其實很簡單 一開始女主角一行人被捉到土耳其 而男主角Memonte就一心去營救他們 這個行為好像很高上限去救他女朋友 但如果我們看到整個過程之中 我們會發覺其實Memonte好像根本沒有做過什麼 他除了一開始準備了一船 讓他們可以著草走人之外 整個過程之中真正出謀獻冊去做事的 並不是Memonte,而是他的仆人Pedrilo 譬如說幫Memonte引見後宮的主人Pasha Selim 或是他灌醉後宮的守門人Osmene 所有的想法、計策或做的人都是Pedrilo 所以其實Memonte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第二項渣男的特質就是他懷疑女朋友 當他們終於千辛萬苦相見的時候 然後他們兩個一對愛藥當然立即在互相表達他的愛意 說多愛你,很想念你,blahblahblah 很溫馨的場面 誰知下一句Memonte竟然是問他女朋友Constanser 你有沒有愛了別人? 說這一句一出就是那些十萬個激怒女友的理由 在一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為何無端端要去懷疑自己的愛人呢? 這一句又立即激怒女友 整個氣氛都被他破壞了 在這樣的場合 應該做什麼?應該說什麼? 應該心知肚明吧 第一件事當然是立即離開人才算的 還說這些廢話? 還要是立即激怒女友的廢話 所以這個人很不識時務 而第三項渣男的特質就是 我爸是李剛 我爸是李剛其實就是大陸以前 諷刺、嘲諷官二代的用語 而在歌劇的最後面 Bemonte竟然也用了這一招 話說他的有途計劃失敗之後 就被Osmann捉住了 等被Pasar Serim發落 Bemonte無計可施 還有一招 我爸是李剛 打算搭他爸爸的手袋 去帶Pasar Serim 說我爸爸是西班牙一個很有名的大人物 你不要亂來 誰知道原來Pasar Serim就是他爸爸的頭號的日 糟糕了,怎麼辦呢 幸好Pasar Serim大發慈悲 最後都放了他們走 但我們在這個小小的一幕 我們都看得出 其實Bemonte也有一些官二代的皮色在裡面 據而言Bemonte其實是有不少渣男特質的 不過他始終都是一心從西班牙到土耳其 去救他愛人和他那些仆人的行為 我也覺得都可以挽回不少分數的 我又會給他兩個渣男 今天歌劇渣男的系列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想聽些什麼渣男的話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留意一下我們什麼時候有新的影片 大家就馬上知道我會下一個說的是哪個歌劇渣男吧 Bye Bye